嘉义布袋地区种植白萝卜的面积约有350公顷 11月以来连日降雨 导致鸡水难以排出 将近半数的萝卜田泡水作废 农民苦不堪言 面对这次的好与重创 政府也提出相关捕救措施 布袋所生产的萝卜干占全国产量9成以上 现在原料严重不足 萝卜干工厂可能面临停工的危机 山姆宇文静更以往 容易推动 sty大地区 因應國內白蘿蔔缺貨的情形 業者表示 政府可能會先引進國外的白蘿蔔 作為暫時性的替代品 所以短時間內對消費者 還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中正一報記者林芳寅 陳嘉儀 嘉儀部隊報導